一般涡流的電風扇吹出來的風 跟你們一般大賣場的爛電風扇吹出來的風感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也可以 薑紙甲、薑紙甲、45度甲 然後呢我就一開始看到的是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這很像什麼 Jodan Jodan 12代 Makita目前充電室搬運車 然後你看他這剪刀是 隨時可以很方便兩邊分開的 有沒有看到兩個刃口是不太一樣的 我為了避免讓你的太太 以後不再讓你看我們的頻道 哭吧 那到了時候他就會變出很漂亮的顏色 好的 歡迎收看超人真少年 我是最愛帶著你花錢的好朋友阿載斯 又到了我們工業潮流物的時間啦 你是不是除了一般生活上的消費品 那些貴髒髒的名牌你看不起眼之外 你同時也想要擁有工業的好現實呢 所以歡迎收看我們本季的工業潮流物啦 工業潮流物就是我們會在我們超人真的社團裡面 或者是問我們的顧問最近想要看一些什麼工業有趣的東西 或者是我也會從我的生活當中去挑選一些 我覺得這個東西既帶有工業的精神 同時又是一個很不錯的東西 那我們就會把它拍成一片讓大家一起花錢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進第一個 夏天到的你 吹電風扇嗎 吹 你吹什麼樣的電風扇呢 大賣常買的電風扇 弱 你這個Suck 你不值得被稱為工業男子 一個工業男子他該有的電風扇也是要很有Sense的 Vinato工業電風扇 你看是不是很帥 十多年前第一個推我坑買這個電風扇的 就是以前AutoCAD的亞洲總經理 反正就是有一次我去他家做客 我就跟他聊到說我買電風扇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叫涡流吧 有一間公司做那種涡流引擎的工程師 然後自己處於設計 把它做在電風扇上面 一般涡流的電風扇吹出來的風 跟你們一般大賣場的 讓電風扇吹出來的風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有一台這個牌子的電風扇 他每天開在那邊循環家裡空氣 365天從來不管 而且他吹起來轉動的時候那個聲音 沒有像那個快要廢掉的電風扇的那種感覺 今天你們兩個算你運氣好 我讓你們感受一下 這個電風扇吹出來的感覺 跟一般電風扇吹出來的感覺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已經在吹了嗎 已經在吹了 已經在吹了 小子 你看他後面有一個很可愛的度數 就是1 2 3 很強喔 要安靜有安靜 要強度有強度 他這個下面有另外一個小夾頭 上面有那個牙 然後可以把它拆下來 這個的型號叫1X05 然後他下面這個有一個活動塊 拆的時候你可以調你這個電風扇 各個不一樣的角度 然後他下面的這個四個角度呢 就可以夾在像相機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子夾 這樣子夾 45度夾 你看 這樣放著用也是可以的 下面的這個固定頭勒 你可以把它拆掉 然後收起來 變成一個小角 然後換上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小夾頭喔 有沒有你看如果在工地拿這個吹 多有Sense啊 整個人工作都驕傲了起來 然後把它夾在桌上給大家看 有沒有這種小夾頭 你就可以把它夾在你的車庫啊 還是夾在你的廠房啊 或是夾在你的辦公室啊 有沒有 萬象頭把它固定 上面這個把它轉起來 你看 其實夏天它的循環算是非常重要的 幫助你的空間對流嘛 空氣也比較新鮮 然後重點是我們夏天在開冷氣的時候 冷氣不是會有一個那個溫度的感測器嗎 所以這個時候呢 冷氣它吹出來的風 它要回去讓它感測到它已經吹到23度 那你的冷氣就會一直吹一吹 但有的時候通常房間裡面就是會有部分的地方特別熱 有些地方特別冷 循環算它是可以很方便的降低你在空間裡面的溫度 還有降低你的電費 它的款式其實有非常多種啦 我自己最喜歡的那種金屬殼的 它的鐵殼的電風扇其實是非常有質感的 這種就是工程類 然後它現在的配色跟它的腳也做得很好看 這個品牌你如果打中文字的話 你可以打叫沃拿多 就是Wernardo 然後呢 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做循環機的品牌 我們稱為工業超熱物男子 就是除了我們要買的東西要好看 然後有品味 它的功能性要強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要故事 美國1989年就是坎薩茲州出來的產物 當時呢就是因為坎薩茲州它周圍 就是有非常多的天工產業 推進器啊火箭啊 然後或者是航太的東西 他們這個品牌也被它影響 然後就開始就是把這一類的設計做成電風扇 然後可以回到一般的大眾民間去使用 一間做渦流的公司 把渦流的技術做到電風扇裡面 它是一個很酷的選項 基本上這牌子我用了很多年了 值得推薦給大家 身為工業超男子 在工業裡面工作 你也是要穿得超超帥帥的 那我們來下個介紹工作鞋 Mizuno 防護鞋 那我們之前也曾經有跟大家介紹過幾種不一樣的鞋子品牌嘛 也有分成安全鞋的 然後工作鞋的 那這個鞋款呢 也是因為從我們頻道的社團8萬個朋友們裡面大家說 詢問下來 然後想說看看不一樣的安全鞋 於是我就找一找 然後試穿了大概快一年的時間 然後呢我就一開始看到的是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這很像什麼 Jodan Jodan 12代 Mizuno 這個牌子想必如果你喜歡棒球的人 你應該對它一點都完全不陌生 Mizuno 是一個日本很不錯的品牌 然後希望有機會能夠去拍Mizuno的製鞋工廠給大家看 還在協調當中 我們製作人還在非常的努力 因為他們的鞋款是輕量型的鞋款 它一雙大概就是300公克到400公克之間 然後390公克這邊 然後呢它的大底就是一樣有做這種就是六角形的 防滑的這種大底 如果你要看鞋子呢 其實你可以看大底 然後看它的中底的材質 然後之後就是看它的這整面的這種半月板 然後它的鞋舌 它的鞋型 我覺得它的牌子呢 是你的公司它沒有規範規定要用使用到安全鞋 就是有一些它是要防電嘛 然後有一些是要什麼止滑係數到多少 但是呢 Mizuno它這個牌子的鞋它也是有PBSRC D類合格品 也就是說呢 有一些人朋友的工作 如果像我們社團有很多在做DIY嘛 或者是有很多做裝潢的朋友 那你需要上面要有強硬的保護 可能有些人又會覺得穿到安全鞋 它的價錢它覺得太貴 Mizuno它的設計上 就是它的造型上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那白色是我覺得很不錯的顏色 只是它穿起來很容易髒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木工的朋友 或者是會用到大量酒混的 那你用白色的鞋子我覺得就算弄髒了 感覺也像是蠻舒服蠻好看的 他們也有做這種BOA的 就是BOA就是從腳踏車 然後一路到就是各種連運動鞋上面都有 很不錯的發展的一個單一品牌 你看就是BOA 就這個牌子它光是做這個系統 削翻了 那個一年不知道做多少 我自己的經驗是覺得它的腳型 其實是比較適合像我們這種羅馬腳型的 其實像我是有點稍微扁平足的人 所以我的前面的腳型是比較開一點點的 如果你在穿的時候 你的前面的腳掌是比較寬的朋友 那我覺得Mizuno鞋子 會讓你穿起來比較舒服 當然啦 還有出這種就是很像跑鞋的形狀 那你在夜間工作的時候可以比較安全 如果你是在做交通類的 或捷運類的工作 那晚上的反光會很不錯 然後上面它的透氣孔也都做得非常多 以我自己穿的經驗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可以推薦給大家 不過在最後呢 也是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就鞋子如果當越舒服的時候 表示它的材質越軟 那你在損耗跟磨耗的時候 它相對的一定會比較快 那再加上你的體重 像我的體重可能是70公斤 如果你的體重是在100多公斤 那你的磨損也一定會比我的磨損還要快 那不同的工種 你所接觸到的化學材質不一樣 它也會造成不一樣程度鞋子的磨損 所以你都應該要去找一個適合你的工種 工作環境 然後去找到一個適合你的價錢的品牌 那沒有最好啦 只有適不適合 那這個東西可以給大家參考 好 下一個 這個充電式的搬運車呢 是由我們社團裡面的顧問 大家極力想要看的 它也是今年墓田單價最高的一個產品 一台的空機大概價錢是十幾萬 它有前進跟倒退的兩個模式 然後有三個速度可以選擇 在平面的時候它可以荷重300公斤 300公斤大概就是兩台摩托車了 或者是一台大型的哈雷 你可以直接把它架在上面 然後這樣直接推 那如果斜度在12度的時候呢 它最多可以荷重180公斤 它的起動方式非常簡單 左手這個是一個煞車 煞車按住之後呢 按下電源 然後你就可以啟動啦 它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幫助你搬出一些像水泥啊 肥料啊 重物啊 然後你可以比較省力 那它下面搭配的呢 總共有6個輪胎 前面呢 兩個是能有人製的越野胎 後面4顆呢 是比較小型的 就是直線胎 它的前面呢 在觸控板這邊有一個大燈 可以讓你選擇 然後你可以同時看這邊 你的電池電量有多少 你總共呢 可以放4顆電池 然後有左邊1 第一組電池 跟第二組電池 兩個可以切換 那如果把4顆電池加在一起 然後你放到最重的300公斤 它大概可以使用100分鐘 也就是說一個多小時 你可以用最大的荷重 然後連續搬印 那你就可以省下很多的能力啦 不過呢 它的價錢也不便宜 它大概是現在目前 最高的單一工具裡面的 最高價位了 它在倒車的時候會有BB聲 就是因為 怕你按到 然後去撞到自己身體 左手呢 它除了煞車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固定就是 像是P檔的模式 像這樣 壓住 然後你就可以放掉 就可以扣住了 那它有4個輪子 就全部都鎖住了 它的側面呢 這個貨斗 有幾個貨斗可以選擇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呢 是用圓管去彎的貨斗 它一樣可以整個掀起來 它下面是用油壓的 其實是吸壓啦 我口誤講錯了 所以就可以幫助你再倒一些肥料啊 或者是 把一些你要的東西把它往下倒 你就可以不用人這樣子慢慢搬運 而且油壓的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停在不一樣的角度 所以你可以把它固定住 有沒有看到 這個有一個可以增加它範圍空間的 這個螺桿你把它鬆開 你可以把它沖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增加你的載貨面積 那上面的貨斗呢 也有斜斗也有方斗 就是有各個不一樣的選擇啦 那今天賣這麼高價 當然也不是只有一般買菜車的功能啦 那因為在一些地形上面呢 只需要前後前後一直將兩邊運輸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再把你的前輪 就是兩個前輪 你可以把它固定住 然後固定住之後呢 它的方向就會是固定式直線的 或者是呢 你可以把它變成手動模式 就是把這個拆開 那這個時候你不用電池 你一樣是可以去推它的 也是一樣可以移動的 那其實最貴的就是馬達啦 簡單的兩顆電池 它就可以驅動這麼大的重量 雖然它的構造看起來很簡單 方管啊圓管啊 然後用焊接 然後把它簡單的構成 但是能夠幫助你省力 這就是被我們列為今年的工業潮流物之選 目前充電式搬運車第二代 這也是我們顧問裡面最想要看的一台 下一個 再回到心愛的抱怨的人 哪個愛就淘汰也沒才敢 過去青春亡人的故事無聊的夢 是的 這時候我在工地發現一個很白亂的東西 就是有一次我們在工地工作的時候 發現人在聽廣播然後放音樂 然後說他就來搭起麥克風在裡面唱歌 那個A棟那三個安全帽子戴起來 你們三個 對就是你 媽媽愛吃檳榔 就是你你們兩個 過來 Monster音響X23奧丁之聲 在我們廣大的超認真的朋友圈裡面 應該大多蠻喜歡戶外活動啊 釣魚啊或者是露營啊 然後或者是去工地工作啊 然後你還需要聽音樂啊 原本他這個是那個怪獸音響 然後他以前的麥克風在唱歌或講話的時候 會太濕 就是他那個rever會非常多 就是通常我們去那種廉價的KTV 最怕就是聲音很濕 然後第二代呢 他就是有不同的EQ的設計 對吧這個rever 嘿嘿嘿嘿 然後或者是 旅客把它完全關掉 就是把空間把它關掉 你就可以 不管在工地 或者是你今天集會嘛 做一些校園活動 那時候你就可以需要一些簡單的喇叭 比較不需要扛著那個以前很大很大的那種小蜜蜂 然後去跟大家宣布事情 然後我自己推薦他的原因呢 其實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不貴 然後又算是好看 然後呢他從以前的120W 做到現在可以做到150W 那一個小小的東西 就以前我們在買那個喇叭 100W的喇叭 就是超大超笨重 那現在的科技就是小小一個東西 就可以把它做到150W 他還有幾個很不錯的小巧思設計 就是他這個角度 有的時候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因為不管你是做頭醉的嘛 做裝潢的嘛 那有些人是在劇木台上面工作 那有些人是要蹲在地上工作 那有些人是要站很高工作 那有些人是要站很高工作 你放僵職去播音樂 他可能聲音就會聽不太到 你就要開得很大聲 那旁邊附近鄰居就會檢舉 然後就會覺得你很吵 其實有的時候你一樣的音量 那你換一個角度的時候 你自己就會聽得很爽很清楚 所以他現在就是可以播手機的音樂 然後可以就是拿來當麥克風使用 就是你平常去錄音唱歌的時候 就可以大家來歡唱一下 然後上面有很多功能的按鈕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模式 然後選擇麥克風 你也可以從上面去控制播放 然後音量的大小 或者是麥克風音量的大小 而另外呢 他為什麼可以進到我們工業潮流物呢 他除了可以充電之外 他也可以插電 他後面這個有AUX 然後也有有線的麥克風 也有USB 然後你也有Type-C 你可以把它當成外接的喇叭 同時你可以當成行動電源來使用 就是大家現在也可以 比如說遇到就以前 同時要充電同時都不能放音樂 他的氛圍燈你不覺得蠻靠北的 他同時可以連接兩台一起用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麥克風 然後把它串連串在一起 然後自己在那邊很開心的當工地卡卡卡 就是你 你們兩個 過來 來 老協真 任神經 麥魯卡風蜜口味 更好的人生 更好的老協真 我是你的好朋友阿乃斯 你工作累了嗎 你是否常常吃水有棒 吃家麻生麻生呢 不如來點東方的滋補嗎 愛你的老協真 使用整根的白真 跟西洋生 整根下去好處 天家紐西蘭國寶 麥魯卡風蜜 讓每天在工業勞動的你 回家也要應付太太的你 充滿你的元氣 你們敢喝人生巾嗎 不太敢 你怕那個味道是不是 對 其實這個是不會的 因為我自己也蠻怕那個味道 但是還有加蜂蜜 如果各位頻道的朋友們 你真的每天很害怕奇怪的吸藥 或者是去買一些奇奇怪怪的止痛藥 那不如這個東方的老協真 可以讓你好好的滋補一下 如果你白天抄 晚上抄 回去給你沒抄 辛苦的你 需要好好犒賞你自己 老協真 我們需要你 各位每天回家被太太抄的老朋友 我們聽到你的心聲了 所以接下來的兩件工業抄的物呢 我們是可以推薦你買回去 就是打發你太太的 不是是孝敬你太太的 畢竟我們就是從住宅生活運送 然後到工具使用 然後都可以幫你找出工業抄的物的好朋友 阿載斯 所以接下來下一個 也是我個人使用非常喜歡的 艾森諾剪刀 艾森諾剪刀 一個會被工業男子看上的剪刀 想必他一定不是一般的剪刀 其實艾森諾呢 他們自己也有做一些小的工具 像螺絲起子啊 然後就是起子頭啊 這些東西 很多的加工廠 在中部都做這些東西非常厲害 那一個工具的品牌 然後來做剪刀 到底能夠做成什麼樣子呢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 教大家一些細節 去怎麼樣看待剪刀好壞 首先什麼叫做好剪刀呢 剪得下去的剪刀 我買一支剪刀 如果這剪刀還不好剪的話 那一定是個爛剪刀 但這個時候你就要去看 為什麼剪刀會不好剪 很多原因其實是 來自於要嘛刀口不利 要嘛就是呢它變形了 所以我為什麼會在潮流露推薦 這個剪刀呢 第一個是 你看它是一個居家的剪刀 但是它的外型其實是做得蠻漂亮的 你看旁邊這個不鏽鋼的厚度 有3mm的厚 這個其實是比很多的剪刀還要厚的 也就是說我們很多剪刀 最後不利的原因是因為它變形了 也就是它兩個刀刃的地方 其實它的形狀已經跑掉了 不是它本身刀不利了 所以刀是在剪切的時候 這個剪切感它沒辦法做得很好 然後你看它這個剪刀是 隨時可以很方便兩邊分開的 你們看它兩個刃口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割開紙箱 然後你又不想要傷到內部的時候 所以它的邊緣 你看這個是有做一些細細的小鋸齒狀的 非常的細 也就是說當我們去浩士多啊 在蛋白產買東西的時候 會有一些像塑膠的泡殼有沒有 有時候要剪 有的時候你要把它拆開拿來切 那它就是可以一機讓你很好用 而且不會生鏽 然後扣進去就有一個很好的收納套 然後它還有出很多不一樣的顏色 就是像我個人工具使用就是用薩色 那如果今天你太太用在廚房的時候 或者是剪切一些生食的時候 我個人是強烈推薦你應該要分開的 你總不能拿去剪玻璃纖維的剪刀 然後就會拿去剪牛排 那這也不太好 你知道這世界上最難剪的東西是什麼嗎 衛生紙 瞧瞧你那後面誇張的表情 你看 其實有時候軟的東西比硬的東西更難剪 如果你今天真的拿到一個比較爛的剪刀 那你要讓它剪得比較好剪的話 你可以用收刀的方式去收 好不行它就爛剪刀算了 這你可以用收刀的方式 也就是說去慢慢有點往後退 所有的刀刃的切跟剪 它一定就是用畫的 布料也是很難剪的 不知道大家還曾經有沒有印象 我們在拍那個六福春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個很可愛的學姐 然後他有剪那個消防布 消防布真的是一般的剪刀 用殺人機都很難剪 這個剪就是不織布啊 然後或者是皮啊 或者是各種就奇怪的布 我們看起來都非常好剪 有沒有 順暢 我會推薦它的原因就是一個工具的品牌 跑來做生活的剪刀 這種東西我們一定要大力選到 另外在居家很難剪的就是這種 寶特瓶的瓶蓋 你看喔 嘿 簡單 他們也有出這種不沾剪 爸爸媽媽應該都有聽過不沾過 那不沾剪 就是他把這個coating做在上面 算是一個很有心的年輕人啦 他就把這種 鐵弗肉的東西把它做在這個剪刀上面 你的髒污的東西比較不會沾黏 然後他的這種小小的扣件也是做得很不錯的 身為一個文書剪 我們拿出這個小豬筷子 去剪它 嘿嘿 雖然沒有像那個剪這麼 這麼省力 但是也是蠻好剪的 有沒有看到 看得到嗎 少年耶 你看這個大多 你是不是覺得剪那個筷子就剪壞了 但是你看他剪衛生紙也是很好剪 熟起刀落 熟起刀落 一眼都沒炸過 好 細節在哪裡呢 工業設計的時候會找到一個重點 就是它是曲面的設計 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們一般是用人的手是去剪 但是他如果把它設定成圓弧形的這種V的時候 他剪的時候就會有我剛剛所提示大家那個 有沒有就倒退剪的那個功能性在 包容剪算是長了一個比較特殊的剪刀 因為它這個外面呢就是有一個小套子 這個套子就可以讓我們的電工 或者是我們在做工作的時候 把它扣在你的S腰帶上面 然後呢它的這個 這邊鎖定的地方打開 之後變成很像一種槍型的剪刀 那它為什麼會被我們列入工業潮流物裡面呢 以前傳統剪刀剪不下去的時候你會怎麼樣 就是你會用兩手這樣握去這樣剪對不對 它用僵持的設計是一個可以讓它的剪切力更大之外 然後也能夠符合你手的動作的人體工學 而它其實呢蠻適合你是從事水電工作的人去使用的 因為它下面這個有一個波線的地方 有0.3一路到1.5 然後4.0 然後到6.0 就是你可以 就直接把你的那個家裡的線直接抽掉 那上面這兩個小小的V型呢 就是你可以壓端子 像我們要接電 不然要接220電 還是再加一般Blegger的電的時候 然後用這個地方把它壓下去 你的端子就會可以扣得非常漂亮了 然後上面的剪刀 除了這個開口的之外 中間這個有一個握型的就是刀口 這刀口很屌喔 這個是100的銅線喔 相當於1公分 你用這個剪刀 然後你去剪這個銅線 有沒有 我真的超輕鬆的喔 它這邊有一個輔助彈簧嘛 所以可以減少你手動的疲勞 在勞工朋友們的動作上 我覺得會減輕很多負擔 我們製作人剪完了之後 他就發現 這東西是太棒了 所以我們一樣會有把福利放在頻道的會員裡面 如果你是我們頻道的會員 你就可以看到今天我們拍到的其中幾樣 凹一個很不錯的價錢 然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用會員頻道買 很划算 然後因為我們超認真頻道 就為了要去答謝 就是支持我們把工業頻道做好的會員朋友 所以我們都會用短期的活動 然後去找到一個市場上最低的價格 然後去回饋給大家 因為畢竟拍工業頻道不容易嘛 但是每個月大家省下一杯飲料錢 來支持我們做頻道 那我們也不會虧待大家了 最後一樣 驗三條的酒器 是的 就是裝酒的 這是用銅跟錫去製作的 然後用炫的 炫出這個杯子的形狀 然後我們在之前那個時候拍 就是日本名產的時候 我們帶了幾樣有趣的回來給大家看 就是身為工業男子 你要怎麼樣去買一些有Sense的工業製品 它又能夠提升你的生活氛圍 而這個呢就是我們在那集拍完日本的酒器的時候呢 然後他們的原廠就來跟我們講說 如果你們的觀眾真的很喜歡我們這個酒器的話 他可以特別為了我們的會員 然後去讓大家可以買到在台灣最低的價格 那也是因為上片的時候就正逢母親節嘛 然後常常我們在買工業工具的時候 我為了避免讓你的太太以後不再讓你看我們的頻道 哭吧 他這個酒呢 他只要在16度以下的時候 他就會變色 然後因為他上面的那個塗層的關係 所以 到了時候他就會變出很漂亮的顏色 春夏秋冬 然後額外呢 這次就是有日本的煙火版本 這想必可以給大家 如果你是工業男子 你又不知道母親節該怎麼辦的時候 給你一個更多的選擇 那因為用錫呢 他去喝酒 他可以讓酒的香味跟純度 能夠更突顯它的風味 然後銅的材質呢 就是可以讓你的溫度可以保持在一個很不錯的狀態 因為銅的特性就是傳導性非常好 所以在工業潮流露的影片最後呢 我們也特別拗了這個杯子 要來給大家看看 那原因其實有一半就是因為 我想要跟驗山條打好關係啊 這樣子以後大家想要去驗山條工廠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走得大拉拉的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工業潮流露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我們開箱的工業相關類的產品 都歡迎你在我們的留言下方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常常開箱這些工業有趣的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按喜歡 讓我們知道你喜歡這個類型的影片 也歡迎你訂閱或分享我們的頻道 那這裡是工業敗家子超人生少年 我們下期再見囉 Bubble 那這個東西可以給大家參考 好 下一個 他沒了 HopoGo HopoGo你要在旁邊睡覺 這裡工作太危險了 你去那邊睡 HopoGo